26. 《文匯報》 港基金資產創新高17.680億增10.5%基金會認爭優勢 2015年7月22日《財經新聞》B02 香港《文匯報》順政監會昨日發表年度基金管理活動調查 截至2014年底,香港的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持續增長 惡年上升10.5%至176820億元的歷史新高 調查結果顯示,香港仍然是國際投資者首選的投資平台 源自國際投資者的資金達到124040億元的歷史高位 佔基金管理業務71%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總值增加接近18%至68560億元的歷史新高 證監會投資產品部執行董事梁鳳儀表示 最新調查結果顯示愈來愈多資產在香港管理 這有賴於香港在引渡內地金融市場與世界各地之間的資金流向方面 扮演了中介人角色 7月1日推出的內地與香港基金會認安排將進一步推動這方面的發展 並促進香港成為基金註冊地及投資管理中心 各類參與者均表現強勁 各類市場參與者在2014年均表現強勁 持牌資產管理公司及基金顧問公司在年底的合計資產總值上升 9.6%至129200億元 再度佔基金管理業務合計資產中的最大份額 註冊機構所處理的資產管理業務及其他私人銀行業務的 合計資產總值增加11.6%至41040億元 保險公司所管理的資產總值上升24.2%至4520億元 非房地產基金所管理的資產總值增加11.9%至127700億元 當中在香港管理的資產總值為68560億元 佔53.7% 在香港管理的資產中,72.5%投資於亞洲 其他私人銀行業務的資產總值上升12.5%至30950億元 基金顧問業務的資產總值下跌3.16110億元 證監會認可房地產基金的市值為2060億元 增幅約為16.4% 穩健監管制度增加引力該調查報告指出 穩健的監管制度使香港發展成為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基礎 因此,證監會將繼續與內地及海外的監管及相關機構緊密合作 為金融業發展及投資者提供具效率及與事並進的監管架構 證監會自1999年起每年進行這項調查 以評估香港基金管理業的狀況,從而制定相關政策及工作規劃 今年共有587家機構同意參與調查 當中包括519家持牌資產管理公司及基金顧問公司 47家註冊金融機構,以及21家保險公司 51999年起1, перед到201,3190Hi 4,41999年起1,8209、4-717 it News 您 smok在2,42010、324間的尺碼通告文寵幹地 Cайт동 finding sheriff您的監管機構有與關斯和策像